上一个驾驶科目 主要训练你们的瞬间反应能力 这一个训练科目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必须要有实打实的车技 你们开着车 从第一个庄子左边进入 从这里出发 初始速度五十慢 这应该叫绕终演习 我在电视上看的活 我觉得这一次可没这么简单 如果你们驾着车 送药员去某个重要的地方 前面的车突然发生了状况 你们就得从车的旁边 乘S型 绕过去 谁先来 低调 你们先来 那我先来吧 勇气可嘉 勇气可嘉 技术太渣 下一个 我来 济熊 满分 这样也行啊 我就纳闷了 没说不让减速 你们都看着我干嘛呀 聚雄说得对 你们刚才没认真听指示 我只是规定了出使速度 并没有说不准刹车 之前那个科莫规定不是说 这次和上午的不一样 如果这样慢下来的话 可能就会给杀手乘去而入的机会 我们首先训练的是带刹车绕桩 其次才是不减速绕桩 如果想一口气 吃成个胖子的话 那是不可能的 你刚才成功了吗 此风 下一个 下一个 我来 别晒车了 小卡丝 别晒 满分 零分 头儿 我说给他零分 白车 我说过没有 作为一个保镖应该低调 你干什么呢 弯弓射大雕 你以为你谁啊 博尔特啊 你真的以为自己很棒吗 不服气对吗 不服气给我好好看着 听听 出来 还 semi 何悠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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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ghs 百银 沒入了 小弟啊 差不多了 一起回去吧 我必须学会高速过弯 一时半会儿也练不好啊 我再练会儿 你先回去吧 行 我先洗澡了啊 胡老女 歇会儿吧 你不休息 我们还得休息呢 心情不好啊 一个人在这儿干嘛 在享受不用训练的悠闲时光 还嘴硬 对了 你绕装学得怎么样了 还就是慢悠悠地开吧 但我一定得把高速过程给学好 我一定要在柳山的妖女面前争一口气 我跟你说啊 这个东西呢 急不来 要由慢到快 不能一蹴而就 那你的车界到底是有多高啊 我不跟你吹牛啊 整个训练营里面 没有一个开得过我 包括秦升跟柳山 言见为实 耳听为虚 这吹牛谁不会啊 我明天就给你表演看好不好 明天啊 明天还不知道你爸让不让你练呢 要不这样吧 我今天就近视近身的车界怎么样 今天 现在 对啊 咱们去把车偷出来怎么样 偷车 你疯了吧 你偷车让我爸知道的话 不是 你要让总教官知道的话 还管他俩皮给扒来 所以你是在害怕你爸是吗 哈哈 不再担心连累你也好 怎么样 不敢去啊 不敢去就说明你在说谎 不敢去就说明你在吹牛 啊 哎 干什么去啊 偷车 去给你表演车技 啊 不是 怎么着也得等天黑吧 你现在去干什么呀